辽宁队的第一中锋要换人 富豪38分加12个篮板 可以说创造了新高 并且接下来的比赛 他将要去取代韩乐军了 但是广东队方面 依旧有王牌的大中锋 能够拿得出手 跟辽宁队进行对碰的 所以说本个赛季 辽宁队要争贯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为何这么说 谈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观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广东队跟辽宁队的 这场辽宁大战可以说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郭艾伦他被垫脚受伤 胡明轩被驱逐出场 威姆斯他因为撞到了 韩乐军被驱逐出场 另外韩乐军他也比良骨折 甚至受到了很重的一个伤病影响 所以说对本场比赛打下来 那么可以说 比赛的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反而是双方球员在球场上的 这个比拼 裁判吹出来的判罚 更是争议比较大 然而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辽宁队方面 还当成了一名超级中锋 而且这名选手 目前来看正在崛起 唐道这名选手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是谁的 很明显 就是原本八一队的富豪 那么富豪在球场上 到底交出了哪些成绩 如此的出色呢 唐道全场比拼 那么韩乐军被撞倒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 让杨明主教练在球场上呢 他非常的高兴 并且呢 非常的欢呼的 那就是富豪连续三分并重 并且呢 富豪他上篮得分也有 在篮底下的篮板球 也是非常稳固的 两双的数据 增幅了全场 富豪呢 作为辽宁队的核心大中锋 原本呢 富豪啊 他在八一队的时候呢 没有说得到很大的一个掌线能力的 原本的八一队呢 在四杯的排名呢 相对比较靠后 那么在八一队解散了过后呢 富豪啊 他就被辽宁队呢 给加盟了过来 来到了辽宁队的富豪 可以说呢 逐步打开了花 逐步找到了自己的手感 找到了自己在球场上的 这种发挥状态跟感觉的 面对广东队的比赛呢 富豪啊 那真的是 成为了辽宁队取胜的第一攻城 并且呢 在球场上38分的成绩 刷新了他在辽宁队的最高得分成绩 况且 这一场比赛 还是面对广东队拿下来的 其中呢 还拿到了12个狼短球 那么 富豪在辽宁队得到如此重磅的发挥跟展现 这也意味着 接下来富豪将会去成功接帮 杭德军的位置 成为辽宁队的第一中锋 另一方面呢 杭德军目前呢 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 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的比赛呢 大概率是不可能回归到赛场了 毕竟呢 接下来恢复伤病去养伤 才是更加的重要的 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 而另一方面呢 辽宁队哪怕说杭德军 他去养伤 他去人修了 但是呢 有着富豪的存在 辽宁队接下来的内线中锋 将会更加的稳固的 与此同时呢 这就意味着 辽宁队方面呢 拥有了富豪这名超强选手 38加12的得分 那么本个赛季呢 就可以稳稳拿下总冠军吗 其实还不一定的 毕竟呢 广东队方面呢 也有一名超级大王牌的中锋 在全场比赛呢 没有说拿出百分百的实力的 他就是广东队的一键连 阿联呢 在球场上呢 可以说呢 他依旧交出了18分的 很高的数据 作为广东队的核心主力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呢 阿联在本场比赛 并没有说拿出百分百的实力 毕竟呢 作为阿联 他的好队友 韩德军受伤了 那么在球场上发生了 这一系列的判罚 以及球员的受伤 一键连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呢 双方的比赛打下来 辽宁队方面呢 当身了超级魔兽富豪 广东队呢 一键连依旧18分 稳居着红远队的 第一中锋的位置 那么本个赛季呢 往后去打的话 打进了季后赛之后 辽宁队要争夺总冠军 本个赛季呢 要问过 易建连同不同意了 所以说呢 本次的比赛 以及呢 接下来的季后赛比拼 广东队跟辽宁队 最重磅的对决 还是要看富豪 跟易建连 能否形成巅峰的对决 看谁的实力更强悍 那么大家对于 辽宁队的富豪重磅崛起 以及广东队的易建连 依旧稳健的发挥 你更看好 谁可以拿下 本个赛季的总冠军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有话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 继续更新 下期